操控总统玩弄女性 韩国财阀究竟有多校长 乐天集团给了世人一个最好的答案 韩国财阀之手折天 其中最令人熟知的就是张子言事件 2009年3月7日下午4点半 韩国女性张子言在家中上吊自杀 随后经过多方证实 最后将她死亡的原因归结为工作压力大 患上抑郁症 想不开自杀了 随着涉毒的下降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网友们淡忘 然而两年后 就在张子言记事的前一天晚上 一家电视台却突然公布了张子言的遗书 上面详细记录了她在娱乐圈 经受的各种费人折磨 众所周知 棒子最著名的就是整容和娱乐圈 与国内明星的众星捧月不同 棒子的明星们 入圈就叫签下毫无人权的合约 想要出道就不能把自己当人 从签下合约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沦为公司的赚钱工具了 张子言就是如此 他不仅每天连轴转 经常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还要为了公司的利益 游走于各种财阀权贵之间 这些财阀可以对他为所欲为 为了让财阀们闻得更加舒适 每次他被召唤过去陪客时 经纪人都会给他准备一身漂亮的新衣服 时间久了 张子言慢慢明白 只要穿上新衣服 就意味着他的噩梦即将开始 而这些财阀 根本不把他当成人看待 对他们来说 他只是一个发泄的工具而已 照着起来挥之急去 甚至就连生离器也不会放过他 继续浴血奋战 在这种情况下 就连母亲的近日他都不能参加 还要继续穿上新衣 躺在床上等着财阀们前来发泄授予 他想过退圈 但是合同上添加的违约金 根本就不是他能支付的 更何况财阀们在韩国支手遮天 就算离开了娱乐圈 他照样无法在韩国生存下去 于是走透不露之下 他选择了自杀 留下厚厚的遗书 将人们控诉这些恶魔们的罪行 在他的遗书中 详细地记录了 他曾经被迫接待过31个人 前后提供过100多次服务 有时候甚至一天要接待多个客户 而这些人涉及各行各业 每一个单领出来 都足以震惊整个国家 可笑的是 这件事情被曝光后 逼迫他进行特殊交易的经纪人 只被认定为暴力殴打的罪名 涉及特殊服务的一点没提 而他的老板也只被判处了 一年有期徒刑 之后就不了了之 最令人震惊的是 韩国五大集团之系的乐天集团 其创始人父子俩 竟然也都逼迫张子言提供过服务 不得不说 棒子的三观真的是炸裂般的存在 那么乐天集团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他的创始人又有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 2017年 一个韩国老头用拐杖敲击地面 并嚣张地用日语证换法官 谁敢判驳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侧目 这个老头就是乐天集团的创始人 辛格浩 1942年 年仅21岁的辛格浩 带着妻子到日本最高学府 早到田大学求学 身处一国他乡 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 为了生活下去 辛格浩不得不一边上学 一边打工赚钱 很快他就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当时一个天使贷款人 看着他勤劳能干 于是就借给他一笔钱 资助他开场创业 辛格浩拿着钱后 很快就将工厂办得有模有样 1948年 辛格浩发现日本的糖是稀缺资源 于是他就果断抓住商机 成立了乐天制国 并研制出一种能够吹泡泡的口香糖 这种糖一上市 瞬间就销售一空 他也凭借这种糖大赚了一笔 赚钱太快的结果就是 他遭到了日本当地商人的排挤 由于这些商人的联合打压 他在世界上没少吃亏 好在不久后 他就在一场宴席上 遇到了第二任妻子 仲光处子 当时仲光处子对他一见钟情 但唯一不满意的就是 他英年造婚 没想到辛格浩为了娶他 竟然将陪伴多年的原配一脚蹬开 还将名字改为仲光武雄 直接驻坠到仲光处子的家里 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 并不是仲光处子长得有多美艳 而是看上了他的身份 先不说仲光家族的能力如何 仅凭仲光处子的舅舅 就能助他叱咤上界 仲光处子的舅舅 仲光处子的舅舅 二战后 可是出现在甲级战放上的人物 当初在老美的帮助下 他只被判了七年游击族刑 出局后不仅不受影响 还当上了日本的副首相 由此看来 辛格浩看上的并不是仲光处子 而是仲光家族的权势 但他并没有马上以警还乡 而是等日韩两国关系缓和后 才重新回到韩国发展 由于当时他在商业上 已经赫赫有名 因此金钱不再能给他带来快感 所以回到韩国后 他将目光放到了政治领域 1973年 辛格浩与驻日韩国大使李厚洛 一起飞往韩国 此时韩国清华台 时任总统的朴正熙 正在等待他们的到来 在朴正熙的受益下 辛格浩接手了半岛酒店 便很快将其重建为国际大酒店 这也为乐天集团 挤身韩国湖大集团 打下了建设的基础 1979年 辛格浩想要在自己经营的酒店旁 再建造一个大型购物中心 但由于当时韩国 正在限制商业用地的规模 再加上其他财阀 也都对这块地虎视眈眈 因此辛格浩的申请 迟迟没有批下来 朴正熙力排众议 批准了这个项目 没想到几个小时后 就在工井洞家中被人杀害了 虽然朴正熙死了 但是辛格浩 只手遮天的财阀之路才刚刚开始 韩国乱不乱 全靠财阀说了算 就连最高法院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面对法院的审判 乐天集团创始人辛格浩 就曾嚣张表示 谁敢判我 那么他究竟为何敢如此嚣张 2008年 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 而辛格浩 也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时期 在李明博的帮助下 乐天集团不断发展 子公司就增加了33个 就连国外都有所设定 资产总和更是较之一貌翻了一倍 高达100万亿韩元左右 乐天集团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 辛格浩 如果老老实实过日子 按照韩国财阀的待遇 他必定能安稳地过上他土皇帝的生活 但他偏偏要搞点事情出来 从2012年开始 老美就将重返亚太 提上了日程 但就于亚太地区 距离美国太远 老美想要横插一脚 无奈没就那么长的腿 因此一直以来 他都在扶持小日子过 给他当看门狗 但由于二战失败 小日子国在军事上 受到种种品质 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当个合格的看门狗 而我国的不断发展 使得老美越来越忌惮 和我们的实力 因此他们准备部署 萨德导弹系统 这样就能很好地监视我国 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 自然不能被这样随意监视 因此提出了抗议 但老美对我们的抗议 置若往往 依旧我心我素 由于萨德系统 对地形的要求高 不能放在信号不好的山上 而平坦的地区 一般不会给老美提供这么大的地方 然而就是有那种不正常的人 辛格号为了讨主资的还心 不仅公开支持老美的行为 还给老美找了个好地方 将自己的星州高尔夫求偿 提供给了老美 这个消息被曝光后 我国民众纷纷气愤不移 赚中国人的钱 还想砸中国人的碗 辛格号的小算盘 打得未免也太好了 于是我国民众 纷纷开始抵制乐天集团的业务 据说当时乐天的官网 都被热情的网友 关心到瘫痪的地步 后来甚至演变成了 抵制所有举韩国相关的东西 从韩国到韩剧 就连韩国的爱豆 都要拎出来骂两句 而乐天在我国的业务 受到影响 经形惨淡 经常数不付出 最终只能变卖资产 狼狈地退出我国市场 在我国受创 再加上2014年 张子年案件审理中 辛格号父子 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 但乐天集团的形象 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017年3月20日 嚣张至极的乐天集团 终于被人抓住把柄 以非法进行的罪名 将辛格号一家 告上了法庭 经过医生 最终只判处辛格号 四年有期徒刑 然而辛格号 却连四年都忍受不了 随后在他的操作下 最终因为身体原因 被放了出来 一直到2020年 他才以99岁的高龄病逝 都说艺术源自于生活 韩剧就是最好的代表 然而韩剧虽然揭露的挺深刻 但人家依旧火星火速 压根就不改正 究竟原因 还不是因为韩剧 也是财阀敛财的产物吗